篮球比赛中最基本数据为得分 篮板,助攻,抢短,感冒和失误 而在NBA历史上 这六项记录的最高保持着分别为 贾巴尔,张伯伦,斯托克顿,斯托克顿,奥拉朱瓦,卡尔玛龙 以着六项数据为话题 美眉预测未来其中三项可打破 另外三项无人可打破 NBA历史总得分,可破甲巴尔是NBA历史得分王 他生涯总得分高达38,387分 美眉预测,现役球员詹姆斯可破这项记录 成为新一任历史得分王 目前为止,詹姆斯常规在总得分31038分 距离38,387分,还差7349分 詹姆斯生涯场均得分27.2分 按此计算,他至少还需要270场比赛 至多四个赛季,就能刷新这一记录 不过,詹姆斯未来能否保持这一得分水准 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詹姆斯想 成为历史得分王没有全面 NBA历史总篮板,不可破张佛伦是NBA历史篮板王 他NBA生涯14个赛季,篮板总数为23,924个 现役球员中,篮板数做多的是霍华的 目前他已经抢下13101个,但是霍华的14个赛季总共的篮板数 也只有张大赛一半多点而已 所以,想要打破是绝对不可能的 至少在现役球员中,没人可以做到NBA历史总助攻 不可破斯托克顿NBA历史助攻王 他NBA生涯19个赛季 总助攻数高达15806次 现役球员中,保罗的助攻次数高居第一 然而,也仅仅只有8708次而已 保罗距离追平斯托克顿,差7089次 按照他场军助攻数9.8次算 他还需要723场比赛 至少9个赛季才能打破这一纪录 所以,保罗不可能成为新一任历史助攻王 NBA历史总强段 可破斯托克顿是历史助攻王 同时也是历史强段王 他生涯总强段数3265G 保罗成为历史助攻王吴王 妹妹认为,他成为历史强段 网友希望,生涯至今 保罗抢断总数2008G 现役第一,历史第十二 按照保罗场军2.3抢断的数据 他还需要546场比赛 至多7个赛季,便可超越斯托克顿 不过,在逼着看来 保罗要想成为历史强段王 有难度,NBA历史总盖茂 不能或NBA历史盖茂王是奥拉朱王 他生涯总共送出3830G盖茂 现役球员中,霍华德盖茂最多 合集2047次 然而,霍华德达到大孟一半多 就用了14个赛季 所以,他打破此线记录的可能性为0 NBA历史总失误 可破NBA历史失误 然而,詹姆斯并非最终记录保持者 美媒认为威少才是此记录的最终保持者 生涯至今,威少总失误数3001次 场均失误数4.01次NBA历史第一 照此发展 只要威少保持和詹姆斯差不多的出场数 他必将成为NBA历史最终的失误王